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高效率地利用我们的Garden的土地 我们喜欢种植的朋友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想种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地很少 那么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我们种尽可能多的东西 这样的话,来满足我们种植的这个愿望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 那么第一个方面是考虑采光 那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光线的这个顺序呢 我们应该把最高的种在后面 而把这个矮的种在前头 这样的话就让更多的这些植物呢 获得光线,阳光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橘子树和高的这些植物呢 我们种在边上 然后这样的话,它不会遮挡我们前面的这些矮科的这些种的蔬菜 那么让矮科的这些植物呢 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阳光 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考虑采取双重种植 也就是立体种植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种瓜 我们把冬瓜这些呢 种在底下以后 然后让它搭一个架子 那么这个架子呢 然后它可以在高处 然后爬藤 然后这样的话还可以结瓜 你看,结的很多的瓜 那么我们只注意到就是把这个藤子的叶子不要有太多 那么底层呢 我们还可以种别的蔬菜 比如说像我们底下可以种菠菜和萝卜等之类的 那么上面呢 是种冬瓜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了双重种植 那么有效的 搭配了我们的土地 那么基本上藤类的一些植物 我们都可以实现双重种植 也就是上层呢 我们可以种爬藤的东西 而下边呢 我们可以种菠菜或者一些蔬菜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们土地可以双倍利用这种土地 另一方面我们就是要有效的利用边角下料 那么我们这个院子呢 都有一些角落 那么这些角落呢 你可以 它没有阳光 因为有篱笆的原因 所以它没有阳光 那么所以我们要把它抬高 那么高架种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底下呢 我们种了以后 然后让它爬 爬这个爬藤的东西 我们这样的话 在高架的地方 然后叫它爬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起这个角落 那么这个角落呢 那么一般来说 很难种植别的东西 但是种这个高藤的这个瓜 还是非常的有效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瓜已经种得非常漂亮 另外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个边界 那么这个地的边界呢 种一些这个枝子 可以向外生长的这些植物 比如说辣椒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话 它的枝子是长在外边 往外扩充长 而不是占用这个土地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获得 种植空间的扩张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辣椒 种在中间的话 它就扑拉了一大片 那么这个地就 就被占用了 那么我们种在边上 这样的话 它的扑拉的往院子里长 这样的话 这个地就可以节约出来 种别的 另外我们种一些藤类的植物 可以让它在院子里爬 水泥地上爬 那么比如说种冬瓜 南瓜这样的瓜一类的东西 它们可以在院子里爬 那么结瓜 这样的话也扩张了 我们的这个种植的土地 另外一些植物呢 它们的这个根部不是太发达 不需要很多的土 那比如说辣椒 那么这个辣椒呢 它就是根部不是很发达 但是长上面长得很大 这样的话 我们放在盆里边 也可以种出比较好的辣椒 比如说像这个辣椒 你看这些辣椒 接多少辣椒呀 到处都是 所以我们隔三差五的 就可以摘辣椒吃 而且呢 它这个冬天呢 我们可以放在南河的地方 这样的话 它也可以过冬 第二年 接着我们还可以 接很多的辣椒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布施的一些东西 就是根部不需要发达的那些植物 我们种在盆里 比如说香菜呀 菠菜等这些根部不发达的这些布施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可以种在盆里边 然后也能长得非常旺非常好 最后就是我们要及时地收获一些过季的一些植物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原来是种的番茄 那么番茄呢 如果我们要等到彻底不接的 那可能到现在也还是能接很少 很少的也有 但是我们及早的 就是接了大批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拔掉了 然后种上萝卜 你看现在这萝卜就长得非常好 就非常的旺盛 那么如果我们要等到这个结束了 我们再种萝卜也耽误了 那么及时收获 及时种夏季的植物 这样的话 我们始终保持一个最优化的一个种植组合 这样的话就会有效地利用土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萝卜长得非常的好 已经出 已经相当的出 大概再过两三个星期就收获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最有效地利用了我们这样一片小小的土地 而生长出非常多的 尽可能多的这些果实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